这时候天上一声沉雷 车轮子撵过石桥似的 在两人头顶上回转盘旋 乌丝倒霉咽声 近前来仔细看看兰草的脸庞 闪电照来 似乎还是十年前那样娇秀 那样憨憨的 痴痴的 他什么也没说 向他淋得湿凉的脸颊上 深深的一吻 轻声道 把这所杂毁 回去收了我的搭量 说吧 转身消失在苍茫雨夜里 乌丝倒高一角低一角 在漫荒无人的棚毫中穿行 越过一段乱葬岗 又绕过了一个长满芦苇的池塘 下个官道 渐入街渠 他很想静下心来 好好想想夜来的事 想想眼下该怎么办 本女人太大了 心太乱 近乎麻木的迟钝 胶着了他的心 也不知浑身哪来的劲 妥妥走得悲快 似乎就这样一直走到死最好 忽然雨中传来三声沉闷的炮响 乌丝倒 这才意识到是拱尘台暴石 已至紫正夜半 他擦了一下满是雨水的前额向前眺望 雨连中摇摇隐隐一排灯光闪烁 走进了桥时 原是一座古厂 山门飞檐吊斗 画拱福斯 十分壮观雄伟 正中一块盘龙泥金大扁 写着 赤剑 大绝寺 五个大字 沿下吊着四盏硕大的白沙宫灯 在风中凄凉的晃着 却是屈无人声 只庙里隐隐传出古波永惊之声 乌思道 乍从雨地到庙门下 进了人烟之地 踩着干燥的砖地 仿佛 刚刚做过一场噩梦 蒸蒸地盯着那几盏灯 觉得侧眼的亮 忽然一阵悬晕 他歪倒在山门的扶手环下 就什么也不知道 再醒来时 乌思道发现自己躺在一间 窄长破旧的房子里 因天阴 屋里很暗 被烟熏的有黑的墙壁上 嵌着一排斑驳的石碑 一望可知 这是一座悲狼改建的僧房 年久失修 已废弃不用了 外边的雨 已经不是那么吓人了 但仍在没完没了的下 不时传来阵阵的雷声 从破窗铃中 随风飘尽的雨珠 落在脸上 带着冰凉的甜意 很失忆 乌思道抬了一下头 仍觉得悬晕男人 便又迟然握倒 闭目养神 暗自颠怼 不知是谁救了自己 忽然听见一阵脚步砸探 忙又睁开眼看 醒了 李夫兄 你来看 进来的是两个书生 和一个头头 一眼就看见乌思道 在疑惑地看着众人 一个方脸书生 惊喜地蹲下身子招呼 这个狗肉和尚真是妙手神医呀 依着庙里那样秃驴 你这晦子早已在左家庄化人场烧成灰了 生死人而肉白骨 性殷真是好手段 那个叫礼服的走近了 去着乌思道的脸色道 真的是见好了 昨晚我还看着是没指望了呢 先生贵姓台服 要不是田文静和姓殷 恐怕早就不中用了 你昏了三天 知道吗 三天 乌思道浑尘一刹 我在这儿 睡了三天 说着 瞥了一眼 那个叫姓殷的头脱 姓殷 穿着件破烂溜丢的土黄僧服 一身油腻 看去 有三十岁上下 腰间一顶 冰铁借刀 乌黑沉重的拖着 足有三四十斤 却是嬉皮笑脸一副怪相 听礼服田文静说话 也不理会 从怀中拽出一块肥的流油的辣鹅 大口就撕咬着 笑道 乌先生 贫僧不让你了 量你也没这胃口 你可是两室为人了 怎么报答我和尚呢 乌思道瞪大了眼睛 没言语 田文静忍不住问道 原来 你们早就相识啊 乌思道摇摇头 生气微弱地问道 和尚 何处挂大 又怎么认得我乌思道呢 杏音大口就嚼着鹅肉 口中嘎嘎有声 你寻根盘底什么呀 我是地藏王菩萨坐下叛官 我不批字 生死本上没你的名讳 出家人 四大节空 也不止你报答 比不得他二位 夜夜绘文日日八股 一心要大魁天下 夺个状元 一头栽进红尘中 不怕来个满嘴泥 可贪 可贪 不过和尚也有一宗不如人 没有亲戚可投 没有婚姻可赖 自然咯 哪个女人投怀送抱 与弟弟亲子偷情啊 乌思道被他一顿 夹七夹八的疯话 说得目瞪口袋 礼服和田文静 却只是一笑 田文静音道 哎呀 没见过这样的和尚 每日鸡鸭鹅肉不离口 死猫赖狗 一捞而食 真的是 唐突佛祖 玷污山门 夜里呢 咬牙放屁 打呼噜都占全了 要不是和巨来兄 路上住贼殿 没了盘缠 能有一分奈何 谁和你几处受罪 说吧 我说咱们按昨日分的题 做文章 不要理他了 阿弥陀佛 二位真是富贵中人 不识六族养生法门 那 幸音眼见二人到北手一张破桌前 磨磨扑纸 笑着追问了一句 我这放屁 如同你们做文章 那是功夫 不是童子身 恐怕还练不来呢 说吧 起身 懒懒地打了个哈 双手合十 盘膝坐了 乌思道身边 刹那间 已是换了一个人 一脸装镜之色 砍砍道 你闭上眼 不要想事 不要用力 我行功给你治病 乌思道也着实罚了 和尚眼说 乌某独尽三焚五点 八锁九秋 皇帝内经 金奎要略 也略有涉猎 不曾听说过这样治病的 你莫捣鬼 我是不信的 信音合掌端坐 冷冷达到 我佛已济空济世 藏大成之经 三十万卷 恐怕先生不曾读尽吧 阿弥陀佛 大道如海 岂有涯案 乌思道闭着眼 还要回驳 忽然觉得一股 似凉似麻的气流 自咏泉血 直透而上 佩然直钦尼丸功 顿时心迹如秋风过岗 杂绿荡笛如喜 心下清亮 却金金不能再延 斗然间一明白 这个赖头驼 真的是身怀绝技 盲尊主 收摄心神 围泥了眼 瞧时 姓音目作如偶 已经入定 却也如平常 打坐一般 并无异样 此时 乌思道 觉得气流 渐渐变暖 越来越强 在体内 冲波逆折 所向之处 五脏中 七荤八素 咯咯有声 种种机遇 被气流 导引着 摇汗 翻腾 瓦解 四肢百态 顿觉 松泰畅尾 乌思道心里 禁不住 惊讶撑起 好了 许久 才听姓音说道 睁开眼 坐起来吧 乌思道眨眨眼 历时满目清凉 试着双手一撑 居然毫无费力 便坐直了身子 却不说话 直瞪瞪的 看着 又变得笑嘻嘻的 姓音 姓音 半个怪脸 如何 不谢谢罗汉吗 李福田文静 刚做完一篇破题 正换着看稿子呢 见此情景 也都转过脸来 李福 物字手里提着 莫沈淋漓的笔 惊到 哎呀 真是神仙手段 前几日 都是敌掌受气 给乌先生聊机 既有这法子 何不早用呢 姓音嬉笑着 陈科 不用急要啊 也要他身子 也要他身子耐受得住才成啊 岂不闻放屁容易收屁难吗 乌司道正正地问 你一路跟我 救我 是为什么 我和你有缘分吗 龙华会上 前世修来的呗 乌司道 见他不肯说 也只好罢了 便问田文静 二位 八股 做的什么题目 可否 尖叫一下 哦 李福说的 是两篇破题 题目是 因 有三人 说吧 便将两张纸递了过来 乌司道 先看田文静的 写的是 道存多图 归于人 则其路通胜 或中 或数 不归于 天人之理言 乌司道 点头说 田兄这一破 道理上 去的 却不甚窃题 经不得考官 魔堪 三人 是题中 点名的 你一个字 也不提 魔王们 岂能饶你啊 说吧 又看礼服的 却是一色 八分正楷 写的端丽五昧 却是 三子者 不同道 与人 则一 人 而一 何必同 乌司道 乌司道 不禁叹道 严谨一概 算得上 通幽入微了 就是这笔字 风中无骨 微有缺憾 但两卷相比 这个 自然要略占上风 说吧 幽幽地叹了一口气 他忽然想起了自己 纵能做得花团锦 醋似的文章 还能 如李田二人 躋身龙门 一掘雌雄 杏音在旁笑道 哈哈哈哈 你们说的热闹 我听着一点趣也没有 这种敲门砖文章 究竟于世人何用呢 万岁登基之初 曾下旨 废过八股 就是因为 他实在不能有益于世 但牢笼英雄 除此也别无良法 没有这块敲门砖 你就敲不开这扇门 这就是用处 乌司道款款地说 但文随人用 这文章中 也不尽是空话 比如刚才两道破题 说的是 人意之道 都是为了人得爱民 有宽的 有严的 有磕的 有抱的 人是根本 但想到人这个地步 个人走的路 却又不同 世道治 用法宽厚 怀柔文明 世道乱 用行震慑 重点杀伐 也还是个人 杏银 你读佛典三十万卷 懂这个礼吗 我哪里读过什么 黄祖三十万卷 就引出你这一篇 红论 世上的事都是结束 你们读书人 都弄不清 秃驴们 他能知道吗 吴思道 双目望天 难难地说 我说的也是 至世之理 人人都能说一套 坐起来 依旧懵懂 你们听 天上这雷声 有人说是天谷 有人说是天籁 总而言之 是上天的微怒 可谁见过 雷击死豺狼虎豹 毒蛇猛兽呢 只见着人 见着牛打 老天爷 他公道吗 说着 天上真的响过一阵雷声 震得众人 大心里起立 吴思道 亦是两眼 网满泪水 几个人正发愣 便听前头禅堂 隐隐传来 古波之声 夹着和尚们 诵经 壮庆 拖拖不断头的 木鱼敲的山下 和这屋里的气氛 十分不协调 田文静笑道 松下鹤道 amus 亲编 天上鹤 港下山鹤 尾狼 cont 还想再听听 吴先生高论 又是谁家做丧事 张士凭地 当朝宰相 张廷玉的三公子 姓阴无所谓的说道 这是张家做法事 没听和尚们念的往生咒吗 张廷玉 礼服侧着头想了想 张家世代大儒 孔门弟子 也归佛家 田文静笑了 巨来真敢呆呀 如今还有哪家王公大臣内眷 不信佛他 就连四阿哥 天皇贵昼 金枝玉叶 也还是佛门弟子那 说道大儒 张廷玉父亲张英 倒算是一个 张廷玉是恩恩尽使 不过沾了祖上的光罢了 礼服探讨 哎 见下的事 不能单看科举 以为重的高 就是红儒 张廷玉的才学 在一干大臣里 也算是出了尖的 国初笼络 汉人文士 举子们好歹有篇文章略看得过 就少不了有个功名 明珠为相二十年 不过是个铜晋式弟子 高士奇 无赖出身 以举人身份 一登龙门 当即宣麻败相 我闲了也常想 这就是机遇 那时是事无英雄 遂使数字成名 如今 恰颠倒了 是山中老虎结队形 猴子不敢下树来 说罢一笑 田文章说 张廷玉还算廉政 这就难得 我们既赶不上那个时候 也只好任命罢了 上一棵北围 是王红旭和葵旭的主考 下头十八房考官 听说没一个是黑房 这个张三公子 听说是张相 不许他走恩恩的路 功课 逼得紧 累得病死的 做宰相的 能有这份心 这一颗 兴许不至于吃的 一户也不剩吧 哈哈哈哈 你也太老实了 姓殷在一旁笑的 就信了张管家放屁 这张世平 是气死的不假 不过不是为功课 倒是为了一个女 女人 真真 真真 切切的 一个情种啊 张家不过要遮丑 放这么个疯 这就是张相的聪明处了 李福 李福 没能 微微的颤动了一下 是怎么回事啊 杏银行 杏银行 看了一眼 巫师道 哈哈哈哈 去年 去年张相爷去金岭 张世平也跟了去 不知怎的 就和萧月楼的一个叫贵儿的士叔相好上了 相爷回京 张世平给他赎了身 藏在苍板里 要带回北京 不想半道上被张亭玉查出来 把个三爷按倒在官船里抽了四十匹鞭 打个稀烂哪 又冒了风寒 回京就一命呜呼了 李福听了没支声 田文静问道 那个女的呢 女的却很是烈性 当时扶在张世平身上 哀哀痛哭了一场 起身对张相一拜 说 是我勾引三少爷的 相爷 我拿命抵三爷这个错 您就恕了他吧 说罢就一头 撞死在铁毛上了 阿弥陀佛 罪过呀 福思到天的心里一沉 不由想起自家 这样的劫烈女子 怎么自己就没有福分碰上 心下欺然 只忍着低头不语 田文静笑道 可惜了张三公子 竟是为情而死 这事叫山东普流仙听到 必定写进聊斋 就是一篇好文章可读啊 李福正色地说道 其实这个女子更可威 若不能守身如玉 那可不必寻死啊 真的从一而终 当初就不该身入青楼 这劫富不像劫富 仓富不像仓富 就写墓志明 也难杀文人呢 无私道听得越发刺心 如此惨烈的故事 只是平头论足 浑荡儿戏说笑 因其深当 哎 道学家论人 挑剔模刊 刻薄不在考官之下呀 天理人情 诸连碧合的完人 古来能有几个呀 这不得已三字 孔夫子真该写进中庸之中啊 说吧 镜子架着拐杖出来 言悲狼一路看着 向南走去